去帶您看到的是隨著能源轉型 開發中國家頻頻傳出 因為電動機車引起的火災 我們就來看到在古巴 今年以來已經發生了超過300起 最近還釀成了一家吸口 不幸的命喪火箍的悲劇 而在瑞士則出現一台 專門用來救火的無人機 可以耐熱設施200度的高溫 對比大多數無人機 一靠近火苗就融化 這一台全新的無人機 能夠潛入火場當中最危險的區域 獲得第一手資訊 新研發的無人機不稀奇 但它卻是一台能抵抗高溫 可飛進火災現場救人的 原型機Fire drum 宛如巨照般的大火英雄 是由瑞士的研究機構打造 研發動機則來自2017年 最常在英國倫敦發生的 格蘭菲塔大火 當時釀成72人死亡的重大悲劇 事實上有望靠這台耐熱無人機來解答 它能潛入最危險區域獲取第一手資訊 不受火釋毒氣或濃煙阻擋 从配备到外观 这架Fire Drone看似分量十足 却有别于一般无人机 并采纳了消防员的意见 研究人员运用俗称固态烟雾的气凝胶 将无人机几乎所有零件给包覆住 更不放过里头的引擎 没比较没伤害 派出另一架塑胶打造的无人机来试验 结果才刚逼近火势就立刻被吞噬 伦敦的消防单位已经用它来空中勘灾 或到高楼层部署水线 以及在偏远地区投放阻燃剂等 研发团队期望 往后能用它来对付规模更大 更难传的野火 烟雾弥漫除了加拿大 美国西北部也拉警报 华盛顿州五号隧道 在周日一早发生野火并迅速延烧 由于阵逢美国国庆假期 打乱不少民众的度假计划 至于事发地点 已经有10栋名宅被野火吞噬 并威胁数百栋房屋 当局表示 以目前延烧超过540英亩的面积来看 要到八月才可能完全扑灭 目前扑灭率只有5% 至于在乔治亚州 这位警长救火不靠科技 靠临床反应与无比的勇气 上周末他救出一名 因为交通事故而受困在火烧车内的女子 从赶到现场 击碎车窗 救出驾驶 到查看还有没有乘客受困 身上佩戴的密露器 记录下一切 而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这座民宅 可就没那么幸运 不止屋外一片焦黑 墙边还放了鲜花致意 因为这里在上星期遭到朱镕 一家七口全数罹难 这台被烧得面目全非的电动摩托车 就是肇事的元凶 当局担心更多类似事件上演 尤其在政府力推能源转型的趋势下 电动摩托车越来越普遍 根据古巴消防局 由电池驱动的电动摩托车起火案件 今年以来就发生超过300起 等于平均每天1.67起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smith common